当然 即便演技再怎么天衣无缝 只要你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力 同样能够识破 无论是盛一伦谎征的和黄晓明打电话 说实在 刚才一伦呢 他刚才通话的时候平常都是在听 也就是说黄晓明是个话楼 一直在说话 所以我觉得一伦可能也不是真的 还是林云假装和邓超打电话 你肯定是假的 林云经常心不在焉 你肯定是假的 林云肯定是假的 全部都被看出了破绽 至于谢娜 才刚在手机上按键 就被机智无双的王源给抓了个现行 娜姐觉得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个细节就是 她在用手机就一直不停地点 看起来像是在点电话号码那九宫格 但是正常人不管谁不可能记得住 她不可能背得出那个号码 不是 不是 因为我打给是她的秘书 不是她的电话 那你更背不下来了 当然 现场也有真正和明星截通电话的 让你如何拷问都对答如流 再和甜心大家好 王源 甜心是哪天生日 你问她 小路姐 甜心是哪天生日 10月23 早上还是下午还是晚上 10月23 凌晨 凌晨 好 好 大嬌 好 哎 三哥哥你都好吗 小路啊 好 特别好 我觉得余晓如可 哈哈哈 小甜心 你又乱情 对 中文字幕——YK